杨美吐气的中国男足,中国曾经出现过超越费力的一代穷王。 网上有个著名的段子,中国队为什么一直没能踢进世界杯? 打约因为姚明退役了。 段子搞笑,却映射出来一个尴尬问题,中国男足在整个世界的水平来看只能算是不入流,已经连踢进世界杯的实力都没了,中国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民众不了解足球。 01,中国的世界球王。 但显为人知的是中国曾经出现过世界级球王,这个中国被德国杂志评选为世界球王之一,他曾经带领中国队取得连续四届远东运动会的冠军,他的一生中被冠军和荣誉所环绕,他也曾率中国男足首次参加奥运会,他是首位中国籍国际足球裁判,他就是一代球王李会堂。 1923年8月,李会堂跟随国家队来到澳洲,他们的对手是全澳洲冠军新南威尔士队, 李会堂在比赛开场五分钟后就没开两步,先后踢进两球,随后又上演帽子戏法踢进一球,在这场比赛中李会堂一个人进了三球,帮助中国球队占平澳洲对手。 也正是这场比赛让李会堂名声大噪,澳洲政府从来想不到贫弱的中国还有一支如此强盛的球队,有这样优秀的球员。 澳洲政府给李会堂领发了金制奖章,一时间球王的大名传遍了整个中国,看戏要看梅兰芳,看球要看李会堂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流行语。 球技精湛的李会堂出生于香港,四岁的时候回到广东老家梅州,李会堂从小就对足球有非同一般的兴趣,从香港买回来的球踢坏了他就踢柚子,把布团捆成球形踢。 没有绿音场他就把家门口的狗洞当作球门,他沉浸在足球的世界里。 在梅州长到十岁时,李会堂跟着父母回到香港,他在香港接受了更为稀释的教育,也有更多的参加足球训练的机会。 16岁时,李会堂考入黄仁学院,开始系统地接受专业的足球训练。 天赋和兴趣再加上科学系统的训练极大的激发了李会堂的潜能。 17岁时,李会堂代表代表南华参加香港甲级联赛,他表现出的球技让他立刻成为一颗耀眼的新星。 之后,李会堂逐渐在中国的足球界里闯出一番名头,1923年,李会堂加入中国国家队参加日本举行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,为中国队夺冠立下大功。 之后,李会堂又跟随国家队到了澳洲,就出现了文章开始的那一幕,当时中国报纸纷纷颂扬他万人生理教求王,闭言死然也颂扬。 1925年,李会堂怀着体育报国的一枪热忱来到了上海,他决心振兴中国人的体育运动事业,他被聘请为上海复旦大学足球队教练,随后加入了上海明月足球队,这时是他足球技艺的巅峰时刻。 1926年,李会堂带领上海明月队参加了10考托杯足球赛,以4比1的悬殊比分大胜缠绵九届冠军的英国列克斯队,首开上海华人足球队击败外国球队的记录,使李会堂在绿音场上的威望大增。 一血近代以来中国人头上的东亚病夫的耻辱。 1927年,李会堂带领球队连续斩获荣获西连甲组联赛,首届高级杯赛和中连甲组联赛的冠军,在1923年、1925年、1930年、1934年举行的第六届、第七届、第九届、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上, 李会堂作为主力的中国国家队全部都到了冠军。 在远东运动会之外的东南亚国家举办的国家级比赛中,只要李会堂带队出战,中国队一定获胜,这成为了一条规律。 更值得一提的是,除了足球技艺出众,李会堂对祖国怀有深深的赤子之情,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,李会堂深感耻辱,就回到了香港。 1936年,李会堂为了让中国足球队能够参加柏林奥运会出面自筹资金,提前两个多月出发,一路比赛自己解决参与奥运会的费用,一路风尘扑扑李会堂还贴赢了27场比赛中的23场,剩下的4场是平局。 也正是由于旅途遥运,球员们一路征战,根本没什么好状态,第一轮比赛中遇到的就是实力强劲的英国队,李会堂输了。 但是他仍然开创了中国国家足球队征战奥运会的记录。 02、第一位华人世界级裁判。 1937年抗战爆发,在香港沦陷后,李会堂不得不中断了足球生涯,这点和叙叙明智的梅兰芳势如出一辙。 期间,汪金卫曾专门派人赴港,许以高官厚禄,请他在日委政府任职,是不做王国奴的李会堂断然拒绝了邀请。 1941年,李会堂假借赴澳门比赛的机会成功离港,辗转回到梅州。 尽管家乡生活轻苦,他为了表明自己参与抗日救王的决心,在家门口写下了认认真真抗战,随随便便过年的一幅对联来明智。 在抗战爆发之后,李会堂多次举行足球表演赛来募集款项,就继三民和战争孤儿,为抗战救过做出了贡献。 1947年,李会堂已经42岁,他在香港参加布季赛,他射出的一个点球被铺中,这场比赛是他的挂靴之战。 带着一丝遗憾,李会堂结束了他的运动生涯,从此他告别了在球场上挥洒如意的日子。 但是他没离开绿音场,他的两个儿子都继承了他的事业,成为足球名将。 1948年,李会堂挂帅率领中国队参加第十四届奥运会,他同年还获得了亚祖联的裁判员证书,也是国内首位国际级裁判。 1965年,李会堂成为国际足联副主席,这是中国人在国际足联所担任过的最高职位。 1976年,在西德环球足球杂志的评选世界球王活动中,李会堂与贝利、斯坦利、马修斯、迪、斯蒂法诺、普斯卡时期称为五大球王。 他在职业生涯共计收获进球1860例,眼超贝利在国际足联官方认可的1281球。 1979年,74会得理会堂并逝于香港,一代球王的传奇一生结束了。 他给后人留下了足球经,球普菜根集成为中国足球的宝贵财富,他的人生传奇也激励着无数后来者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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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